六度以布施为首 布施粉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难能可贵的是 放生功德三种布施 一概俱备 王老师 离居士请坐吧 王老师 明天放生的鱼和车子 我都安排好了 我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 离居士 您要不嫌我啰嗦 有些话我还要跟你说说 我们首先要了解 放生是救众生的命 按众生的心 是的 要处处细心 处处为这些众生着想 要能够感同身受才行 你看 鱼店老板一听到 我们要买鱼放生 为了赚钱 他会去钓集各店的大小鱼类 等着我们去买 这样子本来是很好的 全市的鱼都集中在一起 由我们来放生 不就等于是全国大赦一样吗 所有的鱼都能够在这一天 充获自由 是啊 但是 放生不能只考虑到 我们人类的方便 而提早预定要放生的物类 必须从众生的感受出发 妥善考量放生的过程 是否能让众生的身心没有畏惧 不能先去预定 让商家定期提早抓捕 放生要设身处地 为众生着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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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租车的五百块拿来买鱼 放到我们家旁边的公园里 这样就既方便又可以多放好多条鱼呢 也不用这么早起赶这么远的路了 阿弥陀佛 我们放生 首先要想到的是众生的感受 是啊 阿弥陀 爷爷说的对 可是 放生不是买得越多 然后放得越多越好吗 放生是培养我们自己的慈悲心 用真诚心去对待众生 保护众生 至于放多少条 要看当时的条件和自己的能力了 有钱的可以出钱 没钱的可以当义工 或者心里赞叹放生 功德都是无量的 原来是这样啊 还有就是放生要选择没人去的地方 环境条件或水质 要适合这种物类的生存 尽可能要设想周到 才能让被放的物类从火下去 我看能不能在一起 我看能不能在一起 这里比城里的小湖好多了 这些鱼能够重回大自然的怀抱 一定很快乐的 杨巨师还没有到吗 我们不能再等了 王老师 我答应等他的 如果不等他 那他的功德不就 老法师告诫我们 放生的一事要简单隆重 放生的过程要迅速确实 不可因人为因素 拖延了放生 让众生多受不必要的痛苦 放生和做其他的功德不一样 我们可是在救人家的性命 你们看这些鱼儿在桶里 受惊害怕的真是杜苗如年 我们一放 他们马上就能免除死难 这是前军一放 可不容缓的呀 王老师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哦 我回来了 还好你们没有等我 那厕所实在是太远了 三种不失俱全 放生第一 放生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